恭喜太陽 下一張照片的主人 不知道是怎麼樣的勇氣 願意跟我們放張照片 對啊 不是誰啊 這哪來的Idean 就你說她明明是年輕人 可是她怎麼可能會拍出 這麼舊的照片 她是台灣人嗎 她好像泰國姑娘 這張照片根本不是 不是她的年紀該有的照片 鬼新娘 這應該是去拍那種寫真照 就是自己去花錢 所以還特別有妝髮吧 對 應該是 她的姿勢有點怪 妳就是她經紀人會勸她 把這筆照片毀掉才對吧 沒有人記得她的主意 錯誤的奮鬥 寬姐 麻煩妳 好 沒問題 歡迎她出場 趙婷嗎 妳現在沒有經紀公司 現在沒有了 是不是 不是 這真的沒有耶 沒有人跟你講 正確該做的事對不對 什麼意思 就是這筆照片應該毀掉 不是 沒有 因為就說 跟小時候長得不一樣的照片 我就去翻出來啊 妳這樣太可怕了吧 這張是我高中的時候的照片 這不是任何時代的妳啊 而且這一張照片是 它的來由非常奇妙 我那個時候跟我高中的男朋友 在一起 然後他們的家人都非常喜歡我 結果他家裡他爸爸 我那個時候男朋友的爸爸 身體有狀況 就是有得癌症 然後他們家人就想說 這可以把它那擋掉嗎 不能拍 馬賽克 然後那個 他們就說那就是 他們全家人一起去拍那種 就是全家福 有那種造型過的 然後留下照片 然後結果他們就說 那我也一起 已經把妳當成媳婦對不對 對 就他爸媽都對我非常好 所以他一起拍全家福 然後我們就還去那個盛裝啊 你看還有弄頭髮 然後還化妝 還去租禮服 然後就他們家全家福也有我 結果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拍了幾組之後 說他還有多 然後就拍我的獨照 還有我跟我那個時候 男朋友的 就很像婚紗照 妳這樣 妳現在長得跟那個不一樣 妳知道吧 我發誓 我沒有 眼睛沒有嗎 我眼睛真的沒有動 我以前 我給更小時候的照片 我眼睛真的從小就很像 妳大概說分明 就是真正的內霜 我好像是一隻單一隻霜吧 我這一隻小時候 我真的 我發誓 兩位妹妹她沒有 我發誓 可是剛才近距離看她的臉 是真的沒有動 那她的鼻子真的差很多 就是本人跟照片 妳的鼻子還不是也差很多 我就是真的 妳要兩個後打一下 不是後打 好厲害 姑且不要追究眼睛的事 但是妳最近應該注射了一些 玻尿酸在雙頰吧 雙頰沒有 沒有 我最近是真的胖了四公斤 那妳笑一下 我可以啦 我真的下巴也可以 妳是胖喔 妳的 拜託我可以 所以那個飽和感是因為胖喔 對啊 我最近真的胖了四公斤 妳笑屁啊 妳差這麼多耶 妳 我最近真的有比較胖 妳差好多喔 對 我真的差很多啊 可是那時候很開心 掰妳 阿嫂 妳記住 謝謝 歡迎 歡迎 前面都只是跨越那個年紀而已 接下來跨越的幅度比較大一點 所以是 這個有點 我不知道 看不太出來是她 真的看不出來 如果沒有名字 而且在當時 妳也說不出這個照片中的人 是什麼年齡對不對 對啊 就很像蔡英文他們早期 還在就是妳知不知道很 我知道還在奮鬥的時候 對啊 像國文課本裡面出現的那個 作者還是其他 妳看這張照片妳會認為這個人幾歲 她好像十元硬幣喔 對 妳說哪個紀念 就是十元硬幣喔 她可以說是 她這張照片裡的人 可以說是從25到45 所以你們 請問妳們如果只看照片的話 認得是這位老師嗎 認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 謝謝 來 蔡姐 請她出來 好 我們歡迎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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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像硬幣吧 很像硬幣 對啊 小營那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還在唸大三啊 20嗎 大三喔 大三 20 21的時候 你怎麼20歲就長這樣 你現在比較年輕 對... 我有越來越好的跡象 妳現在很潮啊 對啊 而且要年輕 那個時候其實不太注重外表 妳該不會十歲就長這樣吧 差不多 我以前那個頭髮燙起來 我很多同學說我很像 盧碧雲阿姨有沒有 盧碧雲 為什麼要燙呢 我們是燙 那個時候是剛好是出 第一張合集唱片 大學程 大學程 大學已經出唱片喔 對 我那時候參加了 第二屆全國大專創作歌謠 出一張合集 然後呢 就拍了一張照片 好像校園歌手很流行長這樣 對不對 對 當時差不多 其實蔡晴當時也差不多這樣 大家都故意不脫掉眼鏡 對啊 不是 那個校園歌手 就是那個清純的樣子 盧網狀也長這樣 張照片 有點像拿去做銅像 剛剛我們也宣布說 是新的財政部長是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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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張應該算最難了吧 這太難了 超難的 許常德老師 這說誰都可以 說林志炫大哥也可以 林翔年輕的時候 這倒有點像林志炫年輕的時候 對啊 林志炫 他這張照片算不算 校園民歌手的風格 有...有那個氛圍在 在後面看到他本人 就覺得差很多吧 然後他應該要承認 因為他動過了每件事情對不對 對 他應該要故意宣傳吧 是的 好 寬姐 我們請他示範 OK 我們歡迎他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來 坐坐 坐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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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是樣品照嗎 沒有 這是 沒有...這是我高中時候 畢業紀念冊的照片 我們高中那個年代 最紅的是郭富城 你說你當時17歲 對 48歲 對 要滿18歲 你這是走郭富城路線嗎 對啊 那時候郭富城 你頭髮就是這樣子 中分頭 分這樣子 郭富城的臉不是長這樣啊 對啊 走這個 連夜就不要跟人家計較了 好不好 所以你今天來 就是要跟大家講 整形有多好對不對 沒有... 我覺得長差不多的 然後眼睛變大了 沒有 我沒有動眼睛 不可能 你那時候是單眼皮耶 對...我小時候是單眼皮 等一下我們家的人長大以後 才會變雙眼皮 你坐啦 去坐下 去割啦... 所以你們全家集體 就是會自動變成雙眼皮嗎 沒有...老的時候眼皮 會有點慢慢垂下來嘛 那單眼皮垂後會... 然後先吐絲吧 自己裹成院子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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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同一家變成雙眼皮 我怕他都是雙眼皮 我真的是... 真的是這隻小時候 那一雙那隻是單 你太太看過你這張照片嗎 有 她看過她就翻過去 她沒有認出來那是我 你認識你太太的時候 是已經... 那時候還沒微調吧 那時候還沒 所以她有覺得你現在變帥吧 她... 她一直都覺得我很帥 她是因為外表才跟我交往 很帥 歡迎你 請玩最帥 感覺沒感受 看他這個系列的人 都是信心很澎湃的人 是 沒錯 蔡坎鴻應付了事 甚至如當場招小S財團 聖大哥的照片 大人都是跟巨星的 你知道嗎 這是跟陳鴻大哥的 對 真的很值得的 然後還有一個很值得挖的是 跟金庸大師的 金庸 那我跟金庸 那你是最了解的了 我們兩個人第一次見面 就是金庸到台灣來 有一個宴會 我們兩個人第一次見面 金庸 是… 你真的很假耶 是… 是… 有很多人 不意 沒問題 沒有…